一对情侣来到废弃的精神病院寻宝 摄像机却拍下了恐怖的画面 一个女孩脸色惨白的死在了床上 警方接到报案后 很快查到了死者身份 死者名叫艾玛 17天被报失踪 从现场的照片来看 整个房间空空如也 只有死者穿着华丽的服装 脸上画着诡异的妆容 端正的摆放在那 看起来像是某种仪式的忌品一样 法医检查后发现 死者身上并没有性侵的痕迹 并且死者所穿的裙子 都浸泡了尼古丁毒素 死者穿上这条裙子 不超过一个小时 就会被慢慢渗入皮肤的毒素毒死 此外 他们还在死者手指甲中 发现了一些石灰 脚部有长时间被水浸泡的痕迹 探员们推测 死者可能遭受了凶手 长时间的囚禁和虐待 就在众人还在调查之时 又一名女性被绑架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凶手将她扔进一个数米高的窟窖 然后用一种奇怪的方式 向井里灌满了水 随后 凶手带来了一个女孩 将女人从井里捞了出来 女人此时已经奄奄一息 但凶手却坚信 她一定能够苏醒 果不其然 女人猛然苏醒 然而等待她的不是心声 而是换一种方式 在死一死 很快 女人的尸体被发现了 可奇怪的是 她和第一位死者之间 并没有任何联系 凶手十分注重细节 被死者穿上了华丽的服装 画上了惨白诡异的妆容 老探长看到远处的剧院 突然想到 死者身上所穿的戏服 可能和剧院有关 胖姐这边 也很快查到了死者的信息 探员发现 死者的名字似曾相识 好像在哪见过 通过放大图片 她发现在精神病院的墙上 有很多涂鸦 而其中一个正是死者的名字 上面还有其他两位女性的名字 和失踪事件 这分明就是一份死亡名单 凶手已经杀了三人 但还有一句尸体不知所踪 根据现场涂鸦的名字 和三位死者的失踪日期 瑞德发现 这些日期都是撒旦的祭祀日 也就是说 这起案件可能和恶魔有关 但是死者的衣服又是怎么来的 老裁缝说 裙子像是一个小女孩缝制的 因为上面的针脚狠乱 探员们怀疑 这有可能是一起团伙作案 根据医友线索 警方发布了凶手的策则 第一 凶手可能是个年龄 大约25岁的健壮男性 他身边还有一个未成年少女 帮他缝制裙子 第二 几位死者身上没有性侵痕迹 凶手杀人不是为了发泄性语 只是单纯的为了满足自己的幻想 他自认为是恶魔的代言人 杀掉这些女人是用来祭祀撒旦 这让瑞德想到了中世纪辨别女巫的方法 他们将女人扔进井里 等他们奄奄一息时再把她捞起来 如果她死了 就说明她是一个清白的人 如果她醒了 那说明她是个女巫 将会被处死 反正横竖都是死 这样看来 凶手并不是在寄陷恶魔 而是在抓女巫 杀害并抛尸 以此来警戒恶魔 不要再祸害人间 与此同时 老探长带人来到了歌剧院 通过调查得知 戏剧院的戏服 都是一位叫凯特的夫人捐赠的 并且这位夫人曾在精神病院待过 正是一号死者抛尸点 汉原找到了这位夫人的入院档案 他是一位歌剧演员 在怀孕的时候 使用了过量的精神药物 导致自己疯掉了 他觉得剧组里的女演员 都是恶魔的老婆 所以他用刀捅死了 其中一个演员 他甚至将女儿的胳膊砍掉了 他认为这样做 女儿就不会遭到恶魔的侵蚀 可十年前 这位夫人已经在一场火灾中丧生了 现在又是谁在接替他呢 这时 瑞德突然想到一种 二连性精神疾病 这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疾病 多发生在两个极度亲密的人之间 患病之人会共享精神紊乱 也就是说会产生相同的幻觉 瑞德猜测 凶手可能是夫人的孩子 胖姐立即展开调查 很快就锁定了两兄妹小詹和小娜 另一边 小詹带着妹妹来到井边 从里面捞出来一个女人 可她这次没有像之前那三人一样苏醒过来 她居然被淹死了 她不是女巫 小詹十分沮丧 又开始产生幻觉了 在幻觉中 她画出了最后一个女巫的画像 她平时就是这样寻找目标的 可看着画像 她呆住了 这个断臂女孩不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吗 小詹直接崩溃 可母亲的声音又在耳边回答 现在恶魔将临到了自己妹妹身上 她还下得去手吗 答案是下得去 小詹直接给妹妹换上了毒裙子 将她锁在了阳台 当探员赶到时 小拉已经开始满头大汗 不停地咳嗽了 探员立即帮她解下毒裙子 而小杰则在楼梯间发现了一具女尸 这应该就是第三具尸体了 探长追着小詹来到地下室 却被小詹偷袭 两人在打斗时 小詹不慎掉入了枯井之中 转眼就断了气 这个她折磨了多名女性的地方 最后也收走了她的命 故事最后 小拉将那些毒裙子丢进箱子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突然门铃响了 打开门后 一个手拿骷髅头的黑衣人 向她伸出了手 它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把手伸了上去 可门口哪里有人呢 分明就是小拉的幻想 她可能也传染了母亲的精神病 也许这一切都还未结束 本期案件到此为止 我是光解说不长粉的黄老四 喜欢本剧的朋友 请给黄老四多多点赞 评论和转发 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血案